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王记得盘子的手法去年就有了 在德云社的一段项目里出现过 当时还没多人注意它 后来听说成为了2019年的硬梗 于是就活了起来 现如今眼睛已经是先行鸡的放火热死了 盘子的解释老王很认同 盘是指回旋回绕的意思 一般闻而把玩了才想盘 你达到预期的目的 也就是玩家所谓的包姜 想必现在的零零后虽然知道盘子 但是包姜是哪个事就不知道了 老王记得2018年开始年的时候 就火了一个叫佛系的词 不知道今年这个盘子之后 还有什么词会成为现象记 是不是像老王预测的 一股复古风潮会不会来袭呢 年轻时候玩古玩也不错的 老王认识一朋友 从小年就开始搞收藏 现如今30多岁 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 古玩城人的大坊 老人常说 网络丧志 可其实并不然 尤其是进了现在的社会 丁定辉成了雄王 朗朗成了高兴家 还有很多人将自己的爱好 玩出了急着 去年 埃及夺负 几乎全国的孩子 都跟着疯狂的一把 爱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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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这些老家伙们 简直就是张二的和尚 蒙不着头脑 潮流不断向前 我们自然要与时聚集 英文怎么说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生活趣是多 老王来说说 我们下期再见 次赛 重新节目 哦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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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